现在社会多为双薪家庭 希望多一份收入 也让孩子可以过得更好 因此单亲家庭相对来说 就比较辛苦了 其实政府部门提供了不少的措施 希望拉他们一把一起渡过难关 马总统 他当总统时期 那时候我就在做袜子娃娃 所以那时候是第一个礼物 送给我们的元首马总统 那从此之后我就爱上袜子娃娃 无论是在五谷公有市场摆摊 或是进驻到空军三重一村 甚至是参与不少政府举办的 授风技能课程 单亲妈妈黄真君把握每个机会 努力养活三个孩子 以真君来讲的话 他其实很年轻就离婚了 他有三个孩子 其中一对叫做是双生子 所以说他的店名叫做双生园 然后为了生活 那么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 那他要养活他们 他去学那个缝制 手工缝制的包包 那你看你要卖 你要销售 所以当然不可能会有店面 那个年代怎么会有店面 所以他要奔波在各个市场的摊位间 然后他可能还要去乘租一些摊位 那刮风下雨你都一定要出去 那你在外面奔波的时候 你的孩子怎么办 然后呢比如说你回到家在缝制的时候 孩子也不一定照顾得到 我觉得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是很辛苦的 他那种辛苦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更况他现在他也告诉我们说 他现在三个孩子都已经在念大学了 然后孩子本身也非常的懂事 都有在打工 那母亲当中就减轻很多的 他的经济负担 那我们市府这边其实不管是社会局也好 或者是文化局也好 或者是我相信哪次已经发局 也许对他都有很多的一个益助跟帮助 只要有需要我们都很愿意 尽其所能的帮助他们 现在他行有余力 希望错过进驻空军三重一村 帮助更多的胆情家庭 这个想法获得评审委员的肯定 第二个条件就是说 他当时在提的时候 他的回馈计划里面 他是有说到说 如果他能够进驻的话 那他要把这个空间分享出来 给那些跟他有同样遭遇的单亲妈妈 那他们可以开设工作坊 然后呢可以找一些有兴趣 想要来学这个手工缝布包的这个人 然后一起来做 那我觉得说 他讲了一个一句话让我很感动 他说他今天如果有能力的话 他愿意去栽培或者是说提息 乃至于说帮助更多像他这样 遭遇的一个姐妹们 那这句话其实不是只有我动容 在现场很多的委员都非常的动容 无论是政府提供的各项措施 或是像真君这样的回馈 都希望提醒大家 即使遭遇困境 也要努力寻求资源 才有机会为自己带来不一样的转变 记者高兴峰林景宇三重采访报导